超級歌喉讚 每週有路超過五百位的試鏡者 他們熱愛唱歌 並希望能一緣夢想 本週 我們從數百位試鏡者中選出四位 與上週成功闖關的金乃漢 與呂強 一同踏上這個撼動人心的舞台 家人及親戚朋友的鼓勵與光環 是我最大的動力 謝謝大家 我會再敬再禮 我希望可以挑戰超級歌喉讚 成功 然後可以發行自己的單曲 可以透過這個舞台 透過幾關 讓更多人可以認識 站在自己的 互相的這一塊土地上面 完成我十二年前 沒有完成的夢 我希望可以為女生爭光 還有更重要一點腥味 我真的好喜歡他的歌哦 希望能夠親眼目的他本身 我希望我能夠再繼續的闖關下去 我要繼續闖... 闖... 他們來自各地 卻有著相同的音樂夢想 今晚他們的夢想即將實現 誰能成功闖關 就能向夢想邁進一步 只要你歌喉超級讚 歡迎來到 超級歌喉讚 每個禮拜 在這邊我們唯一的語言就是歌聲 不但要打動所有看電視的朋友 也要打動現場 30位辛苦的DJ朋友們 去經濟的唱 首先我們要歡迎第一位參賽者出場 這種溫文儒雅的書聲型實在是很少見 一個離開故鄉十二年的人 一個不放棄夢想的遊子 1982年他闖過五燈獎 五度五關拿到五萬元獎金 也和歌唱實力深厚的姚戴偉 以及眾多名歌手發過比賽專輯 在家人的支持下 決定走向歌唱這條路 卻沒想到在駐唱餐廳一等就是十多年 完全沒有發片機會 家人就覺得說 你不應該再這樣 覺得你沒什麼大的成就 問我要不要去印尼 但誰知道這一待就是十二年 可是在印尼這個期間 我一直沒有放棄 對音樂的夢想 時常也去參加各式的這個表演 演唱在華僑街 已經落地深耕的常心瑜 卻在某天說到母親過世的消息 帶著愧疚的心趕回台灣 打擊很大 我突然覺得說 這樣一個遊子在外 漂泊也不是辦法 覺得還是在台灣 還是 畢竟是我的故鄉 所以決定 印尼那邊結束 回到我的故鄉來 那這次我來參加比賽呢 就想站在自己的故鄉的 這一塊土地上面 完成我十二年前 沒有完成的夢 你目前在教的是什麼 以補習班的學生為主 教的數學 數理化 OK 數理部分 可是你在這個之前 其實跟音樂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的 是的 感情糾葛 是 對不對 今天再回到舞台上來 看看今天的狀況 有沒有辦法恢復 首先 你要選擇的關主 是哪一位 請選擇 所以 我們的選擇就是 會選一個 自己最不熟悉的 電玩歌王 你會 昌老師啊 我摸不透你啊 你為什麼會選擇一個 你一聽這個名字就 一定跟你不是同一掛的 是啊 就是這樣反差才大嘛 覺得是最不熟悉 反而心裡壓力沒這麼大 OK OK 這也是一種作戰的方式 好 好 到底哪一位是我們的電玩歌王 請開門 歡迎 詩文斌先生 來 請 詩文斌自一九九一年出道 與詩姐將會一同合唱 傷心酒店而聲明大噪 跳脫以往台語歌唱法的框架 對傷心情歌的掌握度 讓他賦予情歌新的生命 不只有這首經典的男女對唱 許多耳熟能詳的台語金曲 也都是出自詩文斌之手哦 2007年 更是奪得第十八屆金曲獎 最佳台語男歌手 勇於嘗試新事物 也主持過線上遊戲節目的他 總是有源源不絕的靈感與想法 別於歌手 他另一個身分 可是遊戲公司的總監呢 屬於他的革命 仍不斷地持續開創進行著 你一定要不要忘記 當初你歌還音樂 對他來歌唱的那個初衷 也就是說 其實任何一個行業 都跟歌唱跟音樂一樣 那是永無止境的 包括到現在為止 我自己都還在學習 所以其實 今天來錄這個節目 我心裡面其實 是心裡面是抱著一個 非常非常開心的心情 也就是說 其實我很希望 所有的這些參賽的朋友 那他們能夠 除了能夠有一個 圓夢的機會之外 那我希望他們能夠 因為愛唱的歌 我們繼續唱下去 真的是好久不見的 斯文斌同學 這個跟你想像到的 這個電玩歌王新人 我完全出乎意料 他也是一個很有趣的音樂經歷 其實你本來是玩西洋音樂的 西洋音樂 對 然後唱起台語歌 唱台語歌 最近是發新專輯 嗯嗯嗯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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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這個歌是電玩的歌曲嗎 裡面有一首歌是特別為 迪阿波羅三寫的歌 這樣 所以他會跟電玩結合 這個做音樂跟自己的這個 專業職業結合 這是最開心的事情 第一次是跟五燈獎 過五關的老師比賽了 我現在有點緊張 該緊張 趁在等 我們的闖關者 常興宇要帶來的歌曲是 元湘仁 斯文斌要帶來的歌曲是 在會啦 心埋的 沒有任何大 超級歌舞戰 請開始 緊張 加油 我張開一雙翅膀 背脫著一個希望 走開一雙翅膀 飛過那陌生的城池 去到我嚮往的地方 在狂野中 我受到焚焚 從你土裡 我捨去營養 為了吐司禪兒要吃桑葉 為了播種環陽開放 我走過叢林山港 也走過半月茫茫茫 看到了山川的風茫 也聽到當地在成長 在狂野中光秀道奮茫 從泥土裡往山去營養 為了吐司禪兒要吃桑葉 為了播種環陽開放 我走過叢林山港 也走過白雪茫茫 看到了山川的風茫 也聽到當地在成長 會有壓力嗎 會比打電動玩具的時候緊張嗎 沒有 打電動比較緊張 希望你用打電動的心情 來我們超級歌火站 好 請開始 唱什麼歌火想的很強性 我只愛當人走過 φ Be a 心情感 在無奈無症 我只愛當人走過 我愛當人走過 我愛當人走過 也不知我 過去唱歌 出隆人的故事無聊的夢 在火裡心愛的無言的人 六月的夢你這樣阿嬤 唱給你 唱唱春季的婚禮 這樣阿嬤 唱唱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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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生來 走過山 咱台海 日夜 月夜 萬能逃情的歌 嘍笑嘍笑 在火裡心愛的無言的人 若無愛照光 也無知情 若無情情 出隆人的故事無聊的夢 在火裡心愛的無言的人 六月的夢你這樣阿嬤 唱給你 唱唱春季的婚禮 這樣阿嬤 有練的感覺 是 聲音狀況還維持不錯 謝謝 謝謝 倒是常心瑜老師 算是比較美深的唱法 美深的唱法 像費玉清阿 或者殷正陽阿 這樣的感覺 那至於DJ朋友們有什麼想法呢 來 請告訴我們 是 常心瑜老師開口的時候 我們的哲瑋哥 他說超級好聽的 可是詩文斌大哥的歌又這麼經典 是不是真的很難 我不只我覺得難 我覺得我們兩位旁邊美女 我們三個人不知道怎麼投 我們最晚交卷 聽你唱歌有一種 遊子歸鄉的喜悅感 就是 我覺得很舒服 如果說費玉清是富貴人家的話 你就是衣景還鄉 很成功的人 就是唱歌的感覺 我覺得你可以試 吳清風的小情歌來試試 我覺得你也會唱得很好 有聽過嗎 蘇打綠的作品 小情歌 對 沒有關係 有機會的話 常老師還不是太熟悉 驚喜的作品 然後 聲文斌大哥 我剛才聽這歌的時候 很舒坦的釋然感 就是很舒服 之外 然後很像 我們在看這個遊戲 破關之後 有一種很棒的音樂 跟感覺出來 所以我覺得今天 非常非常的難評 對 你知道因為 斯文斌已經發洩過了 對不對 柳正的你唱真的歌詞 真是有夠猛 對 發洩過了 一切都沒什麼了不起了吧 還有哪一位要告訴他們的 其實我覺得兩位 今天比的高下是共鳴度 就是我們台下這些DJ 剛剛我們從 常興宇老師在唱歌的時候 台下的朋友說 好想上台去獻花圈 很像在歌廳 或是在一些 東洋洋的作秀會聽到 花環 比較好 花環 不好意思 所以我們隨著年紀大 我們去的場合 也越來越不一樣 不好意思 那斯文斌呢 其實因為我之前在活動當中 遇過斯文斌大哥 他最厲害的一點 除了他把一些西洋名曲 翻成台語歌詞 他最厲害的是 能夠像那個泰國做人妖秀 有沒有 一個人唱兩個角色 雙心酒店 原來是你搞起來的 就是 我常在電視上看我這種東西 誰發明的 萬來就是你啦 就是你啦 雙心酒店 所以他今天如果 一分唱這首歌 或是用雙心酒店 我相信他的共鳴度 會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說這兩個 現在分數沒有出來 但是我覺得他贏在 是我坐在這個DJ當中的 共鳴度看似也比較高 誰就好 DJ難以抉擇的情況下 一曲帶有濃濃思香情的原鄉人 一曲令人悄然的經典情歌 票數究竟會如何演變 請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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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有趣 所以我們常常講 有時候所謂的這個 老年代 或者復古這些東西 它會不斷的 不斷的 回到我們身邊 是 這些老的東西 就是有它感人 跟它動人 或者讓人懷念的部分 是 施文斌他的這個音樂行為 常常大爆走有沒有 從一開始唱英文歌到台語歌 台語歌又唱出自己的風格 現在又進入舞曲 好啦 所以在電玩的世界裡 是 沒有什麼不可能 是的 都在施文斌的表演裡 可以看到 謝謝我們的關主 施文斌 斌哥 我每一次都非常期待 收到你的新專輯 因為你每一次 每一張都會帶給大家 不同的這個驚喜 而且你每一次的那個 專輯的概念啊 都會讓我非常的期待 包括這一次的電子 驚喜喜 然後還有 我覺得你是台語歌壇 很重要一個跨世代的歌王 因為包括早期的雄心酒店 然後到七辣到好聽 一直到上一次的 環島旅行概念專輯 那最重要的是 我想跟你說 你也該開演唱會了吧 你有那麼多經典的歌 還不敢開演唱會 基本上 他是一個 非常非常會唱舞歌的人 剛剛在心裡面 在想 因為台下的DJ 都是我的朋友 我在想說 我在想說 希望能夠讓他繼續轉換 因為讓更多更多的 這些人唱歌 甚至都已經有年紀的朋友 能夠多一點機會 能讓所有人 這是已經很重要 非常美妙的事情 你闖關成功了 謝謝 真的沒有想到了 好 太驚訝了 這個通常 碰到這麼溫文儒雅的人 我都懷疑 他的高興是真的還是假的 真的 開心 我太高興了 好開心喔 而且他的驚訝 比高興還要小聲 不是 比高興還小聲有沒有 我太高興了 太驚訝了 好 剛才那個有勁的一點的聲音 終於打起大家的士氣來了 要問一下我們的闖關者 要拿獎金 還是繼續參加超級歌喉戰 繼續參加 繼續參加 長信宇先生 下個禮拜繼續參加 超級歌喉戰 謝謝你 謝謝 好啦 繼續帶給你最好的歌聲 歡迎下一位闖關者 不要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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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大家好 大家好 來到這邊就要開心我們的 紀乃翰老師 又來到現場了 難忘紀乃翰老師的好聲音 他一開口便如同清風扶過臉龐的感受 讓他成功闖下第一關 但你知道嗎 成功的背後 可是有一位默默守護的功臣呢 我現在很不方便 所以他要幫我把布放大到好幾倍 十幾倍 還要再用很黑很粗的筆 描黑 因為我... 描黑之後 我還要再用很放大鏡 我們就一直再貼著 進來進去看 可別以為老師總是足不出乎喔 他說不會因為眼睛的不方便 而局限自己的世界 乃翰老師反而更加珍惜 與人相處的時光 還大方邀請我們 一起參加家族旅遊呢 而可以讓他感覺到 踏實的溫暖背彎 當然非老公摸鼠囉 真情流露的樣子 是不是很令人羨慕呢 過關不是我的最大的目標 我的目標是要唱歌 一度過關有點... 有點意外 然後就是盡我自己的能力 你不會講啊 季老師加油喔 狀況有沒有調整得比較好 還是一直戰戰兢兢的 還是... 當然這個 有時候太放鬆 會狀況不穩定 因為覺得沒什麼 可是太緊張 可能也會讓狀況沒有辦法控制 就把它當作音樂會 對 來到這裡 所以最重要的 就是要選擇你的關主 你要選擇哪一勝 還是... 好了 你要選擇的是 老公已經幫我選了 鐵廢公主 好 鐵廢公主的意思是什麼 老公你說說看 因為我覺得她也是鐵廢公主 嗯 你覺得她也是鐵廢公主 季小姐 你先生她到底了不了解你啊 我怎麼覺得她在自己 瞎開心的感覺啊 好啦 我尊重她 鐵廢公主 到底是哪一位關主 請開門 好 帶愛玲小姐 帶愛玲是排灣族原住民歌手 在歌壇有鐵廢公主的稱號 不過在出道初期 知名度並不高 那個時候的自己呢 也比較沒有自信 所以到後來五年時間 沒法騙的時候 我自己還是又回去唱歌 然後在那個環境裡面 我覺得是非常 對我來講是非常好的 磨練的機會 不久後 推出了第二張專輯 而首播主打歌 對的人 紅遍大街小巷 成為KTV裡人人躍躍欲試 想要征服的曲目 接著在2008年 推出第三張專輯 天使之意 一曲類格的問世 滿足大家望眼欲穿的期待 風光空降在KTV熱門點播 排行榜名單上 從夢中下個影 照亮著誰 愛讓人無路可退 穿越冰冷的傷害 我要擺脫這夢魘 沒用你的夢裡 去那孤狼的尋找 找回你的回憶 誰能聽見我心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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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戴愛玲帶來最新的作品 來到超級歌喉讚 擔任關注的她 能擋住靖南岸肺不可擋的闖關氣勢嗎 她這個鐵肺的能量 謝謝 你覺得你選得好嗎 還不錯 是好 還可以嗎 我這位公主還可以嗎 非常棒 謝謝 這種話你也講得出來 真的 靖南岸老師 你今天要演唱的歌曲是 傳奇 傳奇 戴愛玲要帶來的歌曲是 空港 超級勾讚 請開始 李老師 珍珍珍珍 只是因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風想 то 能看沒錯 成功 我這位公主想到最多人的歌曲是 臂軍的歌曲是 中心一首歌曲的歌曲是 想你是你在眼前 想你是你在脑海 想你是你在心田 宁愿相信我们现实有缘 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宁愿有这一生的你发现 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宁愿相信我们现实有缘 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宁愿有这一生 当你发现 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铁妹公主的出现 是否能终结连续转弯 欠女幽魂现帮终了 唱這首歌的時候 會就感覺就是 電影原生帶那種感覺 畫面堆疊非常的清楚 我覺得詮釋非常非常的好 還沒開 想問 愛已風乾 心不再搖晃 夢早已曾打 誰在寂寞的空港 最早就離去的阿曼 就這樣 失去你的影響 就沒有遺憾 這次我很堅強 不再有幻想 你的夢不顧寬敞 裝不下我的淚兩航 今夜我就有離航 點亮月光 走進沒有愛情的空港 我留得上 我的所有替你願歌謊 不必偽裝 天天下來就讓別人去看 沒有你哪有怎樣 沒有你哪有怎樣 你真的不必再面前 我不會再有期望 深夜就要把你拼树 深夜就要把你拼放 深夜就要把你拼树 深繞月光 好像沒有夢想的空港 独自流伤 保住自己好好哭一場 不再迷惘 不再對你最有任何 想想 沒有你不會自由 就把你遺忘 把你遺忘 謝謝 這個戴玲要發行新作品了 對 我在531發行我的第七章了 全新的個人專輯 希望Holly哥我喜歡 好 來 想你的距離 對 充滿了野性的帶領 充滿了靈氣的季乃漢 到底DJ們有什麼感覺呢 這一組非常難評 因為基本上我兩首歌都是第一次聽到現場的版本 那先來說一下季老師這一首傳奇 整個不論是高低音來講 她的溫柔婉圓讓她的聲音唱得很溫暖 我們彷彿好像回到當年大陸春晚廳 王菲在唱這首歌的感覺一樣 那關於戴愛玲的部分 那她真的是剛柔並濟的歌手 她不論是她高音的部分 讓我們 有時候都會替她捏一把冷汗 可是她就飆得很過癮 然後我們也聽得很過癮 可是她不只高音不只鋼 她也有柔 她在每一個情感的轉成上面 她都詮釋得很好 其實戴玲今天狀況不太好 有一點 因為其實宣傳期 累 然後我的歌都滿高的 對啊 一般人是艾玲的朋友 通常都是從對的人 或者是愛了就知道 但是這首空港其實她說的鋪陳 其實相信大家都有感受到 那個情感的堆疊 那除了高音的部分 當然今天可能宣傳期比較累一點 但是還是可以感覺到 你是那種鐵廢公主的那種power 那像我們的乃漢老師 其實乃漢老師一直讓我們覺得很驚豔 在唱聲樂的部分 如何唱聲樂 但是要兼顧流行 讓一般大眾可以輕鬆的吸收進去 我覺得乃漢老師有做到這一點 所以可以很輕鬆很舒服的 享受在乃漢老師的歌聲當中 請揭曉 請揭曉 來吧 不錯 我聽你那個啊那一聲就知道 你這個態度真的很好 你知道大部分人怎麼樣 我就很直率坦白嗎 都是有氣無力的 只有你 蛤 有沒有搞錯啊 這個意思嗎 我覺得直接是就是 我不是很開心 你那個藍眼珠快跑不出來 我告訴你 好 這個 有時候唱歌 就是我真的要哭了 我叫牛魔王 我這樣怎麼跟部落的人交代 最重要的是媽媽 媽媽對你很嚴的 對啊 她會說怎麼會這樣呢 她會這麼溫和嗎 創弱的人問我 我怎麼回答呢 妳就說 哪有天天100分的 對啊 是不是 本來就是嘛 好 發行新作品的戴愛玲 是的 五三一集發行我的全新專輯 想你的距離 想你的距離 趕快去買喔 好 我們也謝謝戴愛玲 我們的鐵廢公主 為各位帶來驚人感動的歌曲 謝謝 謝謝 好 其實我今天有遇到 我可能會不小心輸掉 你沒有看到我剛剛表情 輸掉的表情 根本都沒有難怪 有發現到嗎 因為我覺得 不像比賽 尤其是我們是花鐵的歌手 很難說 我又是唱自己的歌 是完全 但我才在舞台上 就完全不能有理由 說唱歌好 我真的想 但是基本上呢 其實我給我自己今天打的分數 也不得 所以剛剛看到票數 我個人 覺得那很安靜 但是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個人不是很在意輸贏 我覺得站在台上 有把 有盡自己的最大的努力 把歌表現好 我就很開心了 好不好 支持我新專輯 好啦 我的愛玲娜 這樣可以嗎 好 我覺得在這個歌曲的情感上面 堆疊呢 是非常有層次的 只是一直以來 愛玲呢 給大家的一個感覺喔 就是情感非常的豐富 而且它是可以打動人心的 尤其呢 驚人的爆發力呢 不失鐵廢這個封號 所以你的實力是無人能理的 今天在音樂上 進來和 通過了第三關 你要領取獎金 還是要繼續參加 超級歌喉戰 再繼續試試看喔 下個禮拜 歡迎紀乃和小姐 繼續參加超級歌喉戰 謝謝兩位 謝謝 繼續我們的歌喉戰 歡迎下一位闖關者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洪國豪 從事的是香蕉製造業 今年三四歲 我平常最大的興趣就是 騎車 今天呢 特別來到陽明山國家公園 做超級歌喉戰 賽前的特訓 別以為洪國豪只會騎車喔 他在歌唱上也有不錯的表現 他可是歌唱選秀節目 百萬得主呢 那麼 參加歌唱比賽這麼久呢 一直演唱的都是國語歌曲 那麼這一次呢 我想要挑戰台語歌曲 然後想要送給我 已經過世在天國的阿嬤 希望這首歌曲可以送給他 如果這次挑戰成功呢 我希望 可以把這筆獎金拿來 買一部更好的單車 然後呢 挑戰我可以環繞台灣去收的願望 首先吸引到我的 就是你這個騎單車的部分 是 陽明山齁 我跟哈林哥也是很喜歡從事腳踏車運動 沒有我喜歡看人家騎啦 沒有沒有 偶爾要客氣啊 碰到高手就要客氣了 這個阿嬤不在了 想到要唱歌給她聽 應該這個 有很多時候 我們應該把握當下啦 不過今天在這裡 不管怎麼樣 已經把握住現在了 今天你的選擇是哪一關呢 你的選擇是 我決定要選 我決定要選 史上最老新人 就是 可能門開了死都不願意出來那一位 他可能不知道他的代表是這樣 誰出到很晚 你們想得到嗎 請開門 楊培安謝謝 上週楊培安演唱我相信 爆發力的嗓音彷彿直達前聽 挑戰者雖然闖關失敗 但他卻說 至勝楊培安歌聲中 才是他的榮幸喔 我覺得不管是 是不是藝人 我覺得 只要是 真心喜歡音樂 喜歡唱歌的人 都應該會 真心叫那個平安 這個開頭對他來講 沒差啦 沒有沒有 對不對 又見面了 在友台見過 你是評審嗎當時 沒有 就是嘉賓 客座教授 等於是跟這個參賽者一起表演 交流 交流一下 好 我們先來研究一下 你出道的時候 快三十六 傳觀者洪國豪要帶來的歌曲是 蕭芳琦老師的阿嬤的威 唱給阿嬤聽的 是 楊培安 我們的關主要帶來的歌曲是 張宇湘從來沒有發表過的一首作品 叫黃河長江 就是 你近期 發出來的 數位發行的一首歌曲 對 超級歌喉戰 請開始 歌喉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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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敢有聽到 我眼睛跟我的聲音說你敢有看到 我會叫你你知不知道 阿嬤你現在看了好不 敢有人帶你照顧 希望後是人問家的檔愛給你聽 嘴你願願願的孫子 又叫你知不知道 阿嬤 喜不去堆積的風塵 還不幸沉睡的中國人 我稀少碧綠的山河 卻是一星空的杯葛 夜夜就躲在沙漠中 我如何認得這心痛 為我只愛的中國 這透出要像誰說 再三峽中我 蹲蹲跌跌著中國的飛彎 只為中國星光的意願 任充沛而原始的波濤 歸伴著晴天的太高的山 萬里長去盡口我旋轉 寒夜裡那一片相約四葉被風吹 夢中激動存斷我感察 嗨 試著中國千古的無難 愛 我必須要打開 永續已奉獎 龍眼已殘 我不能再停留 不能再掌握 我必須唱我要去唱 我快來唱酒把握 指月的波浪 那還在千里萬里長 用血感用淚水去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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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河長江獻給宇生 獻給張包 謝謝 關主楊培安演唱張宇生的作品 黃河長江 洪國豪闖關者演唱阿嬤那位 DJ們會喜歡哪一首歌 剛剛國豪一唱歌的時候 其實我有被感動到 那我想請問一下情感最豐富的圓圓 有沒有被他感動到 還是培安這種磅礡氣勢的唱法 比較吸引你 我先來說國豪 我其實在聽到阿嬤那位這首歌的時候 我跟你講我年紀大了我愛哭嘛 我每一次只要聽到這首歌 我都一定會掉眼淚 可是其實你今天在唱的時候 我有感受到你這種 傾訴的那種思念啊 可惜我被你的一些 可能是喚氣的部分 或是委屈斷居的部分 就打醒了我這樣的一個夢 所以我今天沒有掉下眼淚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其實它沒有那麼多 強烈悲傷的感覺 反而是一種緬懷 有一種思念的感覺 所以聽起來反而有點甜甜的 那麼濃郁的傷感就沒有在裡頭了 不過也是一個蠻新穎的唱腔 至於盤老師唱這一首《黃河長江》 真的有一點點類似雨聲的聲音 所以聽起來全身雞鼻咳咳咳 就都起來了 楊培安的歌聲裡 聽見山月河海 鴻谷豪是否能以悠悠柔情 對阿嬤的思念挑戰成功呢 阿嬤你現在 跪了好夢 跟舞蹈的歌的交過 寒夜裡那一片 相約死也被不追 夢中激動存斷我感察 請揭曉 她唱歌我覺得真的很Sexy Sexy 又Sexy 姐姐 她唱歌的時候 吸引到你了 好了啦… 你頭都發亮了 她唱歌 我真的不怕 她唱歌 她唱歌 我記得她唱歌 她唱歌 不過她唱歌 她唱歌 她唱歌 一首歌 她唱歌 你唱歌 我唱歌 我唱歌 她唱歌 謝謝佩安老師 其實楊佩安 兩次碰到的對手都蠻強的 對啊 對不對 好啦唱完阿嬤的話 心裡有沒有如釋重負 很開心今天可以在這邊 巧遇到佩安老師 是我的榮幸可以選中她 另外我覺得 講到阿嬤這個國豪心裡面 感觸就很多啦 如果她不彈 你會不會比較心情好一點 對 這時候應該做一些 也不用這樣 也不用這樣 很多時候 大家在身旁的東西都忽略掉 對 那今天我覺得你有機會 唱這首歌給過世的阿嬤 好了這已經踏出第一步 還有什麼事情想要講 也許你平常沒有機會 或者講不出口的 阿嬤你雖然已經 離開我就要四年了 不過 我也是這麼想你 希望你在天上 可以 對佛祖受影 希望你過得很好 謝謝 阿嬤聽到這 這一段話跟這首歌曲 她應該會是 最幸福的天使吧 好 謝謝我們的 闖關者 洪國豪 謝謝 謝謝大家 很開心今天有這個機會 可以獻上給阿嬤 那我現在 我想 阿嬤一定有感受到 聽得到這首歌 那今天可以跟 林安老師 對決 我覺得也沒有遺憾的 那我覺得今天 來參加這個比賽 很開心 值得 真的 好啦 我們的下一位闖關者 會不會看他這樣 感覺有結束喔 有沒有 有結束一下 有結束一下 情人 情人 第二次就送到了 我怎麼能夠忘記呢 卸下闖關的緊張壓力 活潑開朗才是她的真實面貌喔 不過還不習慣面對鏡頭的她 在我們的突襲下 看樣子是嚇到她了 我是李翔 愛笑的她 一提到唱歌 一提到音樂 可就馬上收起玩笑的面孔 看看她練唱時 是不是有著百分之百的 認真與專注呢 好 經過一次平手 然後還有唱過第一次關 我希望我能夠 再繼續的闖關下去 我要繼續闖關 你喜歡的是張惠妹 阿令 還有碧陽絲 對 前面兩個人的歌 你已經唱過了 所以 你有打算要唱英文歌嗎 英文歌喔 還沒 還沒打 如果能夠過關的話 她一多講話 我整個人就陷入暗黑世界了 我們還是讓她選一下關主好 好 你要選擇的是哪一位 甲英天后 甲英天后 自己會唱甲英的 想必想要看看到底 另外一位 到底誰才是 甲英天后 請開門 拍攝 刺琴大條辣 金智蓁 娃娃同學又來到現場 有一種聲音無法取代 而且你的聲音也好 唱歌也好 人也好 是沒有人可以取代 有一種聲音 是最溫暖的陪伴 他的歌是陪伴我長大的 只有他 歌壇才子也忍不住要說 待會兒那個就在經驗 前面那句可以給我唱 終極關注金智娟 旅旅高分首付勝利 而我們更是引頸期盼 他三度來到這個大家庭 這麼棒樂隊 這麼棒音響 這麼棒的所有的這些條件 這樣湊在一起 這麼棒的製作單位 你知道有機會就一定要來 他的出現是我們的榮幸 也只有他能讓每一寸肌膚 都感受熱烈 你知道坐在台下的人 在聽的人 他們是懂得的人 所以你在唱的時候 你會格外的去放一顆心在裡面 只要輕輕留下一句 我想你 你是不是知道 金智娟的聲音 幾乎都是用假音 我不知道 不好意思 他這個語氣就是 瞧不起你 我沒有 不是喔 我沒有 先生語氣就是這樣對不對 對 你講話也沒那麼 不要跟唱歌落差那麼大 其實唱歌滿有power的 然後你講話就 很想聽耶 對 好 偏不給你聽 不是 他的語氣 感覺聲音會講這種話 可是他不會的 因為他今天要帶來的歌曲是 解脫 終於有勁了 好聽 有解脫解脫 我每次看到金智娟的歌 我都忍不住想要拍拍手 金智娟要帶來的歌曲是 黎明不要來 超級歌喉戰 請開始 超級歌喉戰 愛是不野生 回憶像喜酒 人類越沸騰 我越感覺有點冷 我越感覺有點冷 變了新的人 越想越傷人 哭做到清晨 陽光提防肩 開了燈 好 若結局一樣 如何苦再想 想 若讓人成長 我為什麼怕 分手登場 解脫 是肯承認真 是個錯 我不應該還不放手 我不應該還不放手 你有自由走 我有自由好好奉 心裡有一種 心裡有一種 渴望勇敢的念頭 不要愛我的人 再擔心我 解脫 是肯承認真 是個錯 我不應該還不放手 我不應該還不放手 你有自由走 我有自由好好奉 解脫 解脫 是肯承擦乾淚 看以後 找個心放手 往前走 這世界老闆 這世界老闆 我總會實現 一個夢 謝謝 你請夢 你不要愛 就讓夢幻經驗 永遠存在 永遠存在 讓此刻的一片真 隨其心底這份愛 明靜靈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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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 心在冷雨中散熱愛 默默 讓痴情突破障礙 不准紅雨 叫人分開 悠悠涼也不要淚蓋 情緣並不必再 再鮮鮮自在 現在夢幻時宜 永遠難替代 默默 心扉輕輕打開 在漆黑中保證明 別讓 照相偷進來 不准紅雨 叫人分開 悠悠涼也不要淚蓋 情緣並不必再 再鮮鮮自在 現在夢幻時宜 永遠難替代 我心扉輕輕打開 在漆黑中保證明 別讓 照相偷進來 今天妳覺得妳的狀況如何 我覺得喉嚨很乾 這 妳對她施了什麼法 妳要問一下捏小倩 妳就是捏小倩了 可是妳這個稍微捏大倩了一點 好 你看 今天這個現象有趣了 呂強說她的假音她常常使用 可是今天 妳所有在使用假音的部分 狀況都不太理想 妳今天假音唱的 妳本來就假音天后 是有什麼好講的 來 DJ粉 我要說 你不會 你要聽她的演唱會 哈囉 哈囉 OK 她唱歌我覺得真的 很性感 又性感 對 如果你要唱歌 24個鐘頭 我真的要聽 她唱多久 你都願意聽 不知道她 可是她唱歌的時候 我 吸引到你了 給我這個 好了 好了 你頭都發亮了 頭出搖了 頭出搖了 對啊 可是妳知不知道娃娃唱的歌 是跟鬼有關係的 是一個Ghost Movie 真的嗎 是Thing Song 是鬼電影的主題曲 難怪她沒有感覺到性感 可是真的 那個鬼的歌 真的好聽 所以沒關係 可是她的 雖然 聽不懂 可是她感覺到 這個是Sexy 這個是 Tedible There's something Horror 還有沒有朋友要跟我們分享 今天 在聽娃娃唱這首歌的時候 會 所以 感覺就是 電影原聲帶那種感覺 為什麼咧 就是 畫面 堆疊 畫面 她說你有畫面 對 堆疊 然後層次非常的清楚 近近遠遠 遠遠近近 那 我覺得 詮釋非常非常的好 娃娃姐 其實今天唱的 跟原唱 葉倩文不太一樣 你覺得葉倩文唱的是小倩 你唱的是姥姥 我跟你講 她是台灣版的 台灣版他是原唱 而且 你今天是 第一次 第一次 我第一次 公開 你沒有在公開場合唱過這首歌 對 第一次公開從頭唱到尾 還奇怪 我聽過那麼多次 我以為你這首歌 應該也是你的 這個比如說表演的招牌曲之一 沒有 我上一次唱這首歌的時候 是在錄音室 然後詹樹就站在我旁邊 他告訴我說 這個曲子要怎麼唱 你剛剛講聽起來 我有點害怕 感覺詹樹還在旁邊的感覺 所以 這個是他第一次真正的現場演唱 是 所以感覺唱得比較像姥姥的新生 對 你再說他舌頭就出來了 呂同學的話 你真的有很好的聲音 可是今天真的 你狀況不太好 但你還有一點點阿妹的印子 我會建議你 雖然你的偶像是他 可是也許你可以換話 大幅度改變的人來唱他的歌 聽他的歌 呂強的解脫 金智圈的 黎明不要來 各有好評 BJ們最終的決定是什麼呢 請揭曉 請揭曉 這個應該是娃娃 站在我們超級歌喉站 分數最接近的一次 對 對不對 你唱了幾次 呂強應該對你來講是 最 我們不要講唱得好壞 最有感覺的 是 對不對 那個歌聲裡有很強烈的這個 吸引力 對 讓我完全不想跟他聊天 你說剛剛嗎 我才害怕你咧 我還怕你等一下唱完這句飄走了 對 就是從頭到尾都很想專心 其實很容易被你的聲音吸引 好 謝謝 今天在這裡呢 這個有時候除了歌藝之外 有時候還有一點點的手氣跟運氣 好 今天碰到了我們的賈音天后 金字娟 非常可惜 表演精采的呂強 闖關 失敗 有沒有什麼是話 要跟所有的DJ朋友 或者你的朋友說的 謝謝大家 妳可不可以 我想應該要特別有幾句話 對Steward 是吧 哦 哦 哦 謝謝 哦 哦 你先Q 謝謝我們的闖關者呂強 謝謝 雖然 雖然今天挑戰失敗 但是我還是非常喜歡音樂 我還會繼續努力練習唱歌 不是 我們的闖關者要繼續 請出場 我叫溫雅君 我是一個白天的上班族 千萬不要以為 她只是普通的上班族 她可是鼎鼎大名 貝斯手阿本老師的老婆 人稱本嫂 這邊節奏進來了 我進來了 對 別以為本嫂是靠著裙袋關係 來到超級歌喉讚 她也是有兩把刷子的哦 年輕的時候 曾經參加過超級新人王 還得冠軍哦 這一次又是什麼動力 讓她想要參賽呢 不然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因為 哈琳哥是我最大最大的偶像 所以我真的好想看到她本尊 所以我來報名了 雖然得過冠軍 本嫂在踩排的時候 看得出來依然相當的緊張 好緊張 我帶來我自己的綠茶來喝啊 綠茶 綠茶 真的是綠茶 這真的是綠茶嗎 究竟本嫂能不能順利闖關呢 不是綠茶還是酒嗎 是綠茶 對啊 沒錯 你不講大家不會懷疑 你一講大家覺得到底是什麼 太奇怪了 越描越黑 重點不在喝什麼 而是在當年的成績 九七年那一年 超級新人王 是 當時 這兩位大家都有印象 你要不要自己介紹一下 年度冠軍 吳沛山 創作組冠軍 周杰倫 唉唷喂呀 你是季冠軍 比完之後呢 在音樂上有沒有任何的機會發展 或者是先從這個在外面表演開始 沒有 因為就是 就是也沒有 就是因為年紀的關係 所以很多歌唱節目比賽 比較現實 他們都要找年輕人 那就 就歌喉戰是最棒的節目 而且剛剛在旁邊 就是今天等了這麼 歌喉戰 好好看喔 我的媽呀 也太好看了吧 這個節目 阿本 以後把歌迷帶回家好不好 雖然對我來講是一種鼓勵 我們先來看看 你要選擇的關主是哪一位 請選擇 歌唱選秀評審 選秀評審 好多個 到底是哪一位 評審老師 站在我們的門後 請開門 進進哪位選秀評審的出現 再次沸騰全場 挑戰者獨特嗓音 意外獲得激賞 我聽他唱歌啊 他那個 除了音色很獨特之外 我看他那個整個狀態 百分之百投入的那個樣子 我覺得好讚喔 請選擇 讓你是哪一位評審老師 站在我們的門後 請開門 歡迎趙芝碧老師 第一年發行了個人專輯 也因為主打歌 在你和天空之間 讓大家認識了趙芝碧 但歌唱事業並不順利 之後便轉往幕後主持發展 然而趙芝碧 並沒有間斷音樂上的創作 幫許多人寫歌 還參與各大廣告的製作 我的夢想就是 可以唱到九十歲 也許都還可以動來動去 然後寫歌 然後編曲 就可以從中去找尋到 一種快樂 好像堆積一般的快樂 前同事們 雖然我們現在都在不同的電台 但是呢 我還是希望你們能夠 就是 以同理之心 以及愛護之心 好好保持 愛護我啊 珍惜我 拜託拜託 近期啊 有沒有很固定的時間去表演 其實我還是有在組樂團 所以每一年都有發行樂團的專輯 然後每一個月也都會有表演 然後七月十四號的時候 希望大家來參加西力趴在松山文創 西力趴 松山文創 有很多樂團的 你也會帶著你的樂團 對 溫亞軍有在持續在練唱嗎 KTV會唱 KTV會唱 對 好 這個當年應該算是選秀的同學 在KTV練唱的成果如何 大家馬上就會知道了 重溫者溫亞軍要帶來的歌曲是 張惠妹的Open Your Eyes 關注趙之斃帶來的歌曲是 在你和天空之間 超級歌喉戰 請開始 謝謝 謝謝 作曲 MCC 不算太晚 相爱不算太短 现在正好适合离开 Open your eyes and say goodbye 只是不懂怎么还笑得出来 太短已经不再 叹息无可计算 再不离开 泪就要泛滥 每一种决定都想赶场转弯 每一种选择都是信用 不敢过了今晚 你要开始选择勇敢 不可知的未来 还要自己承担 每一种决定都想赶场转弯 每一种决定都是信用不敢 城市并不代表 荣食被拔弯 这样的爱 只是错误的示范 Open your eyes and say goodbye Open your eyes and say goodbye 这个夜晚 是应该哭个多快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橘色的天空 断了针的钟 握紧的花筒 胸口的激动 慢热的晚风 冷漠的人龙 想见你就在这分钟 过生的迷红 寂寞的骚动 思念的翻涌 你侧面的脸容 不变得初衷 不变得初衷 要爆发的冲动 让世界停在这分钟 失去你有什么内容 为你心动 我的心冲到我的口 早已失踪 为你感动 两人分的爱沉重 甜蜜 爱的潮衷 在你和天空之间 只看见你 在梦和希望之间 拥抱你 在爱和体谅之间 靠近一点 让我们的心能完全重叠 让我们一起 拥抱你 在爱和体谅之间 靠近一点 在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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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雅君同学的声音 让我真的是大吃一惊 你本来就是这种嗓音吗 雅雅的 对 跟喝绿茶没关系 有一点点关系 但是本来就是小 这个绿茶呢 因为如果摆得久一点 会发酵 15年的绿茶 提前门 你们觉得呢 那首先张君雅小妹妹 要不 雅君小小 温雅君 一定是雅君的 我告诉你 这是阿本跟我讲的 我听她唱歌啊 她那个除了音色很独特之外 我看她那个整个状态 百分之百投入的那个样子 我觉得好赞喔 就是她那个 发光发亮 你先不要管那些什么 歌唱技巧那些鬼东西 就是她整个那个状态 就进入她的歌曲 我觉得光是这个态度就对了 谢谢 就对了 爽 对不对 然后呢 当然讲到BB是职业歌手了 我好久没有听到你唱现场了 因为毕竟你现在在友台当DJ嘛 对 大家都有同事 你也是DJ啊 对 对 所以我觉得BB对那个 声音的驾驭度 很明显的就掌握得非常的好 所以当然今天的这个歌来讲 也是一种享受 其实我觉得像 那个我们阿本的夫人 张雅君小姐 本宫你好 很好 对 其实我觉得她的声音歌声中 带有沙哑的词性 对 那其实听起来让人家觉得 也很舒服和放松的感觉 对 那赵芝碧其实BB就 本身就很会唱歌了 那其实带动的气氛也是让今天 觉得就是一场音乐饗宴 大家感觉非常好 温雅君深受好评的独特嗓音 迎战赵芝碧带来的成名之作 她能闯关成功吗 请揭晓 谢谢 谢谢 来 花妈 谁 我输了 你要不要用 这真是花妈 我赢了 所以新髮型也会影响 对不对 我以为我的二 嚇死我了 她真的有够二 你以为2比19 对不对 对 这样压力很大 好 在这个状况下 亚军 今天果然是亚军 开心 有冠军有亚军 这个分数OK吗 合理 因为我自己也觉得 今天就是表现不好 对 刚刚唱完阿本说 不错啦 不错啦 可是今天除了你的歌声 我觉得今天贝斯 弹得特别有感情 刚刚阿本边弹 谢谢阿本老师 别落泪 我一只痴迷啊 是不是 好 我不错吧 阿本 好美败 好笑 好啦 有享受到歌唱的快乐 好 有什么话要跟阿本讲的 有没有 谢谢阿咪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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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的闯关者 我们亚军同学 好好玩喔 好啦 有没有 有没有 虽然今天输了 我还是会继续唱歌 然后唱歌还是要配绿茶哟 好 刺激刺激 好听的还在后面闯关者 请出场 哇 年轻的 你这算本科系喔 跟音乐相关是吧 嗯 我是胡思红 我今年二十五岁 本身因为我很喜欢创作写歌 所以我目前所在做的就是 音乐创作 一开始在唱 然后有朋友说 你唱歌蛮好听的 我才开始怀疑自己 好像真的有可能会唱歌 这件事情 在三个月前 他终于鼓起勇气 首次参加大型的歌唱比赛 就打败众多好手获得冠军 让他对自己的音乐之路更有信心 因为我本身是从事音乐创作的 然后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舞台 多过几关 让更多人可以认识 所以从小学钢琴 是 超崇拜哪一位老师 阿咪老师 什么烂答案 難怪你的状况 不稳定 崇拜错的人 会造成心理跟生理 不协调你知道吗 不会啊 所以你也许听得懂我的问题 可是你答不出来 就是这样叫阿咪障碍 你对于阿咪在编曲 或者演奏上的部分 很欣赏 对不对 而最后一道门 温暖男生 究竟门后方的关注会是谁呢 到底哪一位是温暖男生 一会儿 看 SARAH 我覺得雖然唱的是火爆浪子的燃燒 但是你給我的感覺是一種 溫暖有厚度 而且變幻莫測的一種燃燒 我嚇了一大跳 真的 尤其你在搞裡面的地方 我整個愣住了 到底哪一位是溫暖男生 哈囉 潘麗哥好 莊主持人好 歡迎潘玉文來到現場 2007年潘玉文參加歌唱節目 獲得佳績被評審老師譽為 讓人留在心底的好聲音 還獲得情歌王子的稱號 隨後發行EP與首張個人專輯 心讀看似順遂 但熬了三年卻遲遲無法再出片 不放棄夢想的他自己組成工作室 不惜花光積蓄也要出一張 屬於自己的唱片 希望可以讓大家聽到潘玉文的聲音 就是想到說他是一個什麼樣的歌手 就希望自己可以再往這個目標滿進 年輕人獨立製作 是非常辛苦的 很辛苦 對不對 可是很開心 就是我也想了解一下你的歌路 從你喜歡的人 周杰倫吧 周杰倫 對 好 我覺得問他唱什麼歌比較好 今天你要帶來的歌曲是 孫楠的燃燒 哇 潘玉文要帶來的歌曲是 帶來比較俏皮的歌 桃子姐的年紀大了一點 超級歌舞戰 請開始 謝謝 另外一集 左右 詞景音樂 詞景音樂 你躲在我心裡 讓我有心跳 忘了你我就活不了 时间得到 在他把记忆前断了一秒 却没有带走 带负责的烦恼 爱已经不太重要 重要的只是 我忘了把你忘掉 时间很早 就算那吻过的人已老 心在隐隐作痛 哪管你要或不要 燃烧 想象不能从海再燃烧 以为我早已不明了 怎么遇见你 心又被狗鬼做伤了 燃烧 你是爱情的火药 请不要这样看我 我知道我已逃不掉 一直想找一个人 在我心里怀悼 还要等到那一天 才能埋葬老人心中的祭道 燃烧 想象不到痛快再燃烧 因为我早已不明了 怎么遇见你 心又被狗鬼做伤掉 燃烧 需要 samo来 听不下 一定要要看我 至少欣 yap 需要 詞曲 李宗盛 以為年紀大了一點 臉皮就可以厚一些 遇到喜歡的你是 想不到人人躲得遠遠 你好像對我笑了兩次 又偷偷看了我幾眼 我還是只能像個又酷又傲的書女 假裝沒看見 笨笨笨 你笑起來好可愛 髮型也是我喜歡的樣子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再看我一次 我是帶子 是白癡 是個只會嚷嚷的膽小鬼 在你面前不敢前進也不伸得退 你是太陽是王子 是我少總幾世的戀愛男子 錯過你 我不會錯過 幸福的一輩子 你想起來好可愛 發現也是我喜歡的樣子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再看我一次 我是帶子 是白癡 是個只會嚷嚷的膽小鬼 在你面前不敢前進也不捨得退 你是太陽是王子 是我小從幾世的戀愛男子 錯過你 會不會錯過 幸福的一輩子 會不會錯過 幸福的一輩子 謝謝 我身邊的關主潘玉文演唱的年紀大了一點 闖關者 吳世宏演唱的燃燒 各位DJ喜歡哪一首歌 從我們的這個潘玉文的身上呢 我們可以發現 唱歌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真的 謝謝 他能夠來抒發我們工作上 或者說生活上的壓力 當然能夠感動到我們的聽眾 真的是非常的了不得 在我們的這個吳世宏 您今天唱的是這個中規中矩 也沒有什麼好跟不好的感覺 但是感覺到你有一點緊張 聲音有點抖 但是你後面呢 這個放開來唱 覺得哎 氣勢就出來了 這表示說您的這個經驗不夠 我先想這個世宏好了 因為呢 我覺得你給我的感覺 那個驚訝的程度 跟經驗的程度 實在是200% 因為你講話跟你聲音 真的差太多了 唱歌 那尤其我覺得孫南唱的是 火爆浪子的燃燒 但是你給我的感覺是一種 溫暖有厚度 而且變幻莫測的一種燃燒 我嚇了一大跳 真的 尤其你在高音那個地方 我整個愣住了 那裕文呢 其實我覺得 你是一個對音樂很有自己想法 跟很清楚的人 這是一個非常完整 而且很細膩的一個表演 所以我覺得這一對真的 我好難評喔 乾脆就在一起吧 聽完這支歌再揭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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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 讓評審驚豔的好聲音 吳世宏 歌聲有著無比渲染力的潘玉文 究竟誰會勝出呢 請揭曉 挑戰者的歌聲 是不是能燃燒評審的心呢 最終戰 吳世宏與潘玉文的對決中 勝利女神會指向哪一方呢 請揭曉 吳同學你覺得自己演唱的部分 平常有沒有自己會做一些檢討 比如說把自己唱的錄下來 會啊 會啊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個人嗎 你也可以說說他的問題嗎 我自己是覺得 如果有一個機會到台上就是 自己要玩得很開心 這樣子 對 我覺得 我覺得你應該也玩得很開心 剛剛我聽你唱的時候 這樣子 對 是嗎 是啊 好的 怎麼會這樣 原來 你們兩個才是彼此的支持 彼此 謝謝我們的吳世宏同學 謝謝 謝謝 我盡力了 不過我會繼續在音樂上舞弊 因為我本身其實最擅長的是 自己的唱歌 他也希望可以有人 聽得到我的聲音和我的創作 本週的超級歌喉讚 依然好聲音不斷 連闖三關的基乃漢與常心瑜 獲得下週繼續挑戰的資格 只要有夢、感夢 超級歌喉讚的大門 永遠為你打開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電電電電給金屎屎 你電電電電電給金屎屎 你電電電電電給金屎屎 手推出來拍照出來 不營 哪有招的我都有安排 我說給你知道 你不營沒怪 你若是沒怪 我會跟你電 謝謝